嗨,大家好,我是Shar-Pay 嗯,還是這個髮型比較適合我 這個夾子呢,我已經推薦100次了 快點無意娘品,快點找我業配 真的,它是我現在目前夾過覺得算是夾比較緊的 因為有一些夾子它就是這邊給你夾得很緊 但到這裡就是根本就是一個P 這一個呢,我真的很推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就是我這幾個月在國外的戰利品 OK,然後因為很多次我就直接開始 前幾個禮拜去日本的戰利品 然後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就是我去日本就一個人跑去迪士尼玩 然後我去迪士尼那時候剛好它是快要萬聖節 所以呢,我就一進去我就感受到萬聖節的氛圍 我就覺得老娘今天一定要來買一個就是萬聖節的小飾品 然後待在身上,然後在裡面玩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進去就是會受不了想要買那些那叫什麼東西 髮枯戴了那天之後 然後你就回台灣你回你家 就是再也不會再也不會戴 但是你就是還是想買 你下一次去你還是買了新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就想說那我不要買髮枯好了 我買了一個這個蝴蝶結 但是一樣我也是只有那一天戴而已 我後來就再也沒有再也沒有戴過了 它是這樣子 是買萬聖節氣氛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那個毒蘋果的小刺繡 然後我那天綁就綁綁這樣 再來我還買了這個迷迷的泡芙 這個是我那天在逛的時候 然後有培根私訊我說這個很可以買 而且它這個罐子還可以之後拿來裝化妝棉 然後我就覺得OMG這個真的是很值得買耶 我買了兩個吊飾可是我都送人了 我買了一隻米漆然後一個賽巴斯丁送給我的好朋友 高飛的自動鉛筆 我看高飛的合照好可愛喔 反正高飛那天看我一個人去吧 比較關心我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喔就是有種被愛的感覺 我就覺得好那我就買了吧 OK好我在迪士尼樂園買很少 我超節制 通常大家在迪士尼樂園應該都會買很多東西吧 但我沒有 然後我玩完迪士尼我就是非常瘋的 就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還硬要去24小時的唐吉科德逛街 就是呢就我買了一些東西 就是他不是滿五千嗎 還有五千五就可以免稅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小垃圾 味噌拉麵應該吧 中華拉麵對 海鮮拉麵 其實我還有買一個淡淡麵 但是我因為我實在買太多東西了 然後我的行李裝不下 所以我行李就是硬硬塞然後它就爆了 所以我就一回新加坡就立刻馬上把它吃掉 OK然後呢再來就是我還買了他們的溫泉粉 因為我很愛泡澡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溫泉粉 不錯啦就是泡起來不會覺得身上油油黏黏的 就是有香味然後泡起來是舒服的 味道不是那種很奇怪的 對因為我真的泡過很像鐵鏽的很餓 還買了兩個家屍口罩 這個是我的朋友推薦我買的 然後之前我有一陣子就生病 就是感冒啦 然後就是喉嚨這些就是很乾啦 然後我就那時候我在新加坡的唐吉科特買了這個 然後就覺得喔真的很棒很好用 就是你睡覺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然後這個我忘記多少錢了 但是當然絕對是比在別的國家買便宜啦 身為奶茶控的我就一定要買奶茶粉了 隱閒鏡帶著也可以用的眼藥水 感冒藥我買很少美妝品 因為我就覺得我不需要用到 但是這個是我目前用來覺得最不會最不暈的 然後我買的是咖啡色Kiss Me的 這個很好用我覺得它比Malt那個還好用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飽和 Malt就是你要再多畫好幾次才會比較飽和 我是說咖啡色啦 黑色的話就很漆黑OK 倫敦的話我是去霍格華茲的那個 九四分之三月台 就是有在賣一些哈利波特的東西嘛 然後一樣就是我排隊然後去拍了這個沒有用的照片 但我就覺得它把我拍得很好所以我就買了 因為它剛好那個圍巾飛起來的樣子很可愛 然後呢剛好那個工作人員說我眼線畫得很好 所以呢我就對那間店就是很有好感 我就立馬買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買了這個照片 史萊哲林的圍巾 OMG我跟你說 這史萊哲林的圍巾你真的要去英國買 我之前在那個大阪環球影城買史萊哲林的圍巾 那個顏色真的是比起來真的是太醜了 我的天啊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買那個 跟這個比起來真的差很多 好除非你很喜歡那個綠色啦 所以呢就雖然說我已經有一個史萊哲林 我已經有就還是在買一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杯子是我在T2買的 T2是一個賣茶的品牌 然後它還有賣很多那個杯渣啊什麼的 那杯子都超可愛 你看這杯子 這我在那個光棍節的時候買的 它打了八折 白金漢宮的紀念品店 我買了一個這個手套 這我買這個手套是要給我紅奶的 因為它很喜歡做甜點 接下來是我在巴黎的時候 買的然後我第一次去法國 所以我就很興奮 但是就很多人跟我講說 就是巴黎的扒手很多 所以害我就是包包都要擺前面 然後還要戴那個防盜腰包 就是整個人就是逛街跟在觀光的時候 心情有點緊張 然後那我在那邊就是有去那個拉法葉 然後我在拉法葉就買了 我都是幫朋友買 我幫一個朋友買一個Dior的打亮 幫我爸買了一條圍巾 然後我幫我自己買了一條這個 漂亮的圍巾 但是我這好像沒有什麼 這好像沒有牌子耶 我不知道有沒有牌子 沒有它就是 就拉法葉 就拉法葉 賣很多各種各樣的品牌的圍巾的店 然後這個是放在男生區的 但我覺得它的花樣很漂亮 秋冬都可以用 我還有買歐蘇丹的一個眼霜 但我目前還不覺得它對我怎麼樣 因為我還沒有用很久 那個眼霜呢 就是我忘記我把名字打在下面好了 它是藍色的 然後它擦起來呢沒有讓我長肉芽 這是我覺得它OK的地方 OK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在法國藥妝店 買了超級大菜的東西 法國很多那個品牌是 你在那邊買真的便宜很多的 所以我就 有空了一些時間去買 就是去那邊一定要買貝德瑪啦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貝德瑪啦 我都是我化妝水 卸妝水我現在都是買什麼尼威亞 還是什麼什麼 就是便宜一點 可是在那邊買真的很便宜 我記得這樣子吧 500ml兩個才12歐 很便宜吧 這個怎麼會在這裡 這是我在澳洲買的那個 之前我上一支 上上支影片有推薦的 就是澳洲的那個水光針 然後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一支可以用一個月 我錯了 它用不到兩個禮拜就用完了 所以它算是貴 是真的很好用啦 但是就是有點小貴 還買了就是雅樣的火泉水 因為我自己已經雅樣的火泉水 用很久了啦 就是有錢有錢的時候 我就都會去補貨 但是在那邊的話 就是真的是也是很便宜 所以呢 我就買了很多罐 我這個買了兩罐 然後這個也買了兩罐 小罐的我也買了兩罐 重點是我還買了這個 精華乳液嗎 寶石什麼 舒敏精華 我已經推過100遍了 但是這個 在那邊也是超便宜 我記得台灣如果定價的話 是1200多 定價啦 我不知道區城市那個 特價錢是賣多少 但定價是1200多 我在那邊買一條 才400多台幣 你不買嗎 平常保養的話 皮膚狀況不好 我一定會擦它 因為隔天是看得到效果的 一點一點泛紅啊 擦這個就是真的是有效 我自己之前有自豪邀包買了 一兩條了 我第一條是他們送我的 後來我就自己去買 再來是這個 我不知道什麼牌子 但是就是我上網查說 泰國藥妝店必買 我不知道怎麼唸 那法國牌子 但是 它這一瓶好像是妝前乳 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保濕的妝前乳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很划算啦 就是很大一條 OK 然後呢 接下來 我要講就是上個月我生日 所以我買給自己一個新的生日禮物 這個 SQ6的PiLiD 是不是很可愛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它就覺得 哇好像Instagram 很少用 我想到我之前高中的時候買 PiLiD的時候 一天到晚都在待在身上 然後就一直跟朋友拍拍拍拍拍 後來我就把它賣掉 因為實在是太少用到了 那最近突然有點懷念 就是跟朋友拍照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看著對方 然後看那個照片那個興奮眼神 我就會覺得蠻開心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有露出來嗎 就是廣商的光棍節 然後Victoria Secret 就買一送一 我就買了大的化妝包 裡面其實有一個袋子 然後兩個袋子 三個袋子 然後我把下面那兩個袋子拿走了 因為我想要把下面全部都來裝 保養品 然後上面這一層袋子 我就裝化妝品 所以我會買這個是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把化妝包 全部裝在一個包包裡 就是不要再分那一袋那一袋 就是我可以把它全部 combine在一起 覺得很棒 這東西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 我很滿意 我很滿意 我知道就是我每一次出國 然後拍戰利品 都會有人說 就是可不可以拍戰利品 但是因為基於就是 沒什麼時間 然後這樣很累 然後在雙雙我就很喜歡刷廢 我就想說一次全部 跟大家分享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了吧 好了 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跟你們在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 掰掰 掰掰